HELLO,大家好,我是HIDI 上次跟大家說過一些2017年我遇過一些很好用的化妝品,護膚品 今天就想分享一些我覺得不好用的東西 我就搜羅了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裡面有一些產品是去年也挺多人討論的 很多人都說它好用,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有什麼理由令我覺得它不好用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第一件事想說就是ARITIME的這支ALLDAY MAKEUP FIXER 大家知道我定妝會用MAC的PLAT&PLANFIXPLUS 之前去韓國我就看到ARITIME有這一支 我就想看可不可以用來代替那支 畢竟這支都便宜了幾下 之後其實...大家看看... 其實我已經用到剩下很少了 因為我很努力給它很多次機會 希望它真的有用,但都很失望沒有用 它完全是比水更加沒有用 我噴水都覺得自己有保濕的感覺 但這支是沒有...完全噴下去是沒有感覺 它不會幫你定妝 然後妝是...它要溶的話始終都會溶 然後它要掉的話始終都會掉 總之它是一個沒有作為的東西 我覺得白白浪費了金錢去買一支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千萬不要買這個 去韓國記住不要買這個 然後就想說一個BASE 其實我化妝很少會用BASE 通常我塗完防曬就會直接上粉底的 因為我還沒找到一支BASE 我覺得很驚為天人的感覺 我去年就買了MAC的這一支 這支就叫做Stroke Cream 台灣的名字叫做發光霜 顧名思義就是塗了底層之後 再塗粉底 它都會偷出一個很漂亮的光澤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很多Youtuber也好 Vlogger也好 當然他們邀請試用 效果就好像很好 但是我自己用的話 很抱歉我沒有這個效果 依然是我的黑色 依然是很暗沉的黑色 它不會讓我裡面有微微的光澤透出來 它擠出來的時候是有光澤的 它有那種幻彩粉紅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當你塗完上去那一刻我已經沒有了 就是它塗開了推開了 我已經沒有了那種光澤 就是不要說塗粉底之後 看不看得到 我還沒塗粉底已經看不到 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兩隻手 沒有什麼分別 這隻手是塗了 這隻手是未塗 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 我覺得它也是一支 沒什麼用的 因為它塗上臉 我也不覺得它有 保濕的效果 總之就是塗了一層 東西在這裡 然後再塗粉底 但是它就沒有效的 所以 這一支 它有很多種顏色 但是我應該不敢再試其他顏色 我有想過會不會是這顏色不適合我 但是 算了 我不會再試其他顏色 不會再試它 然後我想說一支防曬 這支是日本資生堂出的 牌子 好像叫Benefic 好像 那就是一支 DEEP LOOK ESSENCE 就是SPF50 然後PA4 加的一支防曬 它是拿一個 COSME排行榜的頭三位 那時候我在日本 我每一次去都會馬上看排行榜 然後每樣第一名都會想去買 如果不太貴 通常不是專貴的品牌 我就更加會買回來 這支都 我要上網找一下多少錢 因為我忘記了 它就是這種 熬了會有大大聲 然後擠出來是白色的Liquid 它會流下去 一直都 就是這一種 它主打是說它除了防曬之外 還有護膚的功效 所以塗下去的時候 是有一點油膩的感覺 而這個感覺 是過了好一段時間都不會消失的 我覺得 有時候 你去一些日本 或者韓國 比較乾燥的地方 它可能會比較適合 因為它會比較滋潤的防曬 因為其實很多防曬 塗上面都是會比較乾的 這一種就會比較滋潤 但是在香港 這個比較潮濕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它除了一個 黏和 潤和油之外 我就想不到其他 可以形容它的形容詞 所以很抱歉 雖然它拿了這個排行榜 裡面的頭三位 但是 我也是不喜歡用它 然後我想說一個英國的牌子 它去年剛剛來香港開專櫃 就是Rimmel 我知道這支粉底 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 和很好用的 但是 我自己 不太喜歡它 這支 就是我之前去英國的時候買的 就是那支 香港還沒有它的 那支超級便宜 因為它是 加一元多一支 還是買一送一 所以我是有兩支的 然後那時候 大家都說很好用 所以我都沒有打算買其他 其他的粉底 我買兩支 一模一樣 結果 我自己真的一般 我不喜歡它的原因 是不知為什麼它 上到我臉上 很有妝感 很容易就會被人覺得 我很後妝 我已經試過很多方法 我用粉底掃 用Beauty Blender 濕水照 用手指照 用化妝棉 不是化妝棉 那些什麼 Sponge那些照 都是沒有辦法 我還是覺得它很後粉 所以 我就不太喜歡 我自己比較追求一些 透薄一點的粉底 我覺得低一點遮瑕力 不要緊 我可以用遮瑕膏 但是 如果它是令到我覺得妝感很明顯的話 我就真的不太喜歡 然後 我就會說碎粉 有兩款 第一款 會是這一款 它是在日本美妝品店裡買到的 我不知道藥妝店有沒有 因為我在Plaza那些地方 或者是Loft Door那些買的 我給了包裝吸引 它一罐 它的罐超級漂亮 這個罐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很漂亮 如果它好用的話 就會是一個超級 bonus 可惜它 不是太好用 它是有分顏色的 我這些黑的人 當然是用最深色 它聞起來是非常香 很喜歡很喜歡它的香味 但是如果它塗在臉上 就會有粉感 如果是一個碎粉 它的功效是一個定妝 應該是透明是比較好的 或者是我自己的喜好 我喜歡一些 塗上臉上透明的碎粉 但是這個呢 它是塗上臉上 會有粉的感覺 就是它不夠 它不夠滑 不夠細 所以 我就不太喜歡 但是它不塗在臉上 的話 又沒有問題 其實它可以塗在身上 就沒事了 快點嘗一下 這樣塗在身上 你不會覺得它有那種粉感 所以 現在我會把它用來化妝的時候 塗在自己的頸 或者鎖骨的位置 令到我臉上 和我的頸 會沒有那麼明顯兩折色 而且它是很香的 所以有時候你不會噴香水的話 用這個也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說到我好像在讚它 但是 如果你是塗在臉上 或者你本身買它 是想塗在臉上 我就覺得不好買了 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原來說它不好用 是可以說這麼久的 那條影片就先說著頭五樣東西 另外那五樣東西 我們就下條影片繼續 記得要留意啦 最後一張可以由你的